顺着袖带上大气囊的导气管 找到设备上连接大气囊的蹲口 拔下导气管 2.拆下水银血压剂导气管 把水银血压剂打开 拔下锈带连接水银血压剂的导气管 将水银血压剂和锈带分开 只剩下水银血压剂上盖机盒和连遮的导气管 3.利用三通连接RBP6100和水银血压剂 将三通的一端连接一根导气管 再把这根导气管与设备的大气囊蹲口相连 剩下三通的两个蹲口 一端连接水银血压剂的导气管 另一端连接大气囊的导气管 这样就利用三通把RBP6100和水银血压剂连接在一起 在RBP6100血压剂自动加压的时候 水银柱同样也会上升 和RBP6100血压剂屏幕上压力的毒素是一致的 不需再用人工乳胶冲气球打气 4. 对比测试 蹲正坐姿 绑好绣带 听诊器的听诊头 放在手臂内侧的拱动脉上 水银血压剂放在侧面 按下开始键 血压剂开始加压 可以看到水银血压剂的水银柱同时上升 当达到一定压力时 开始减压放弃 这时用听诊器进行人工听诊的人 记下毒素 对比测量结果 高压104 低压66 基 高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